怎麼會變成洛杉磯? 我一定會... 加伯利的話被打斷了 因為一塊眼熟的石頭飛到了他的面前 他不得不迅速躲開 撒旦仍轉在遠處 以被天使焚燒摧毀的都市為背景 他看著你,臉上帶著類似微笑的表情 話一說完,緊接著就是和他臉上笑容不協調的落落磨牙聲 這次就像撒旦在選你一樣 雖然可能是我誤會了 你通紅的臉將閃開的胸膛遮住 避開了他的目光 你正要拋開對撒旦的想法時 偏偏彭彭一邊揉著陰有撒旦腳印的屁股一邊這樣說著 你也不想要去做的 殿下是憤怒的悪魔 你一直都會生在生氣 但你不想要去做的 你不想要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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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說話的期間,莎丹又轉過身走到前面 女和惡魔們看著她的背影繼續對話 彭彭會擔心是可以理解的 像歐洲著名旅遊聖地擁有童話般彩色磚切房子的建築門 兩層建築物倒塌只剩下一個,還有完全燃燒只剩下殘破地基的地方 原本應該像是一幅美麗的土花的街道,在天使入行之後變成了危險的戰場 就在你想說安慰的話的時候 嘿嘿嘿,那些天使混蛋們又闖入中央大街了 咔咔咔咔咔,殺吧,撕裂他們,把倒塌的建築物重新豎起來 用那些傢伙的骨頭 看著惡魔們一邊流血一邊衝向中央大街 Cd小聲地說道 惡魔們更是一副激動的表情 就像等待過節的小孩一樣興奮 但是就在這些惡魔興奮得連他們的王堆在旁邊都沒有發現的時候 有一些惡魔捧捧,則是擔心得滿頭大汗 不知道什麼時候停下來的撒旦看著走近了你 Cd和蓬蓬輕聲地說道 哈情罐叫做鬼 G-GOMOTMO NAO-COTOBA-DES-DES-DES-YO 不過… 如果大家一開始打造成的貢物 每次來戰鬥集中再延伸 在時大會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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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天馬上的愛 你能夠遭遇嗎? 我已經死了,我已經死了,我已經死了 所以,Berial是活著的 嗯,比起時間長的時間 Cd沒有理會彭彭說的話,美麗的眉間突然走起 不知道為什麼Cd用有一些悲傷的眼神看著你 你在擔心我嗎? 營造在他眼中的明明是你的臉 但他說的這句話明顯是對已經死去的人說的 感覺似乎很好的Cd靜靜的背後拔出手槍 叮噹叮噹 傳來了鋼鐵飾品的碰撞聲 周圍的惡魔似乎都湧向了天使們所在的中央大街 四周一片寧靜 叮噹叮噹 那些聲音顯得更大聲了 總覺得有點不舒服 我就知道你們在這裡 鋼鐵飾品的聲音停止了 隨後傳來了某人的聲音 從你們的頭頂上方 在倒塌得只剩下骨架的兩層建築上 有一個穿著掛滿鐵飾的褲子和鞋子的人 用很不良的姿勢坐在上面服侍著你們 那個人是 他像教堂塔上的哥利亞一樣 彎著背坐在鋼筋鐵架上 在他的背後能看到一對 因為太過巨大而露出來的折疊者的純白翅膀 是天使 你在今天見到的第二位天使身上 也感受不到一時仁慈和溫暖 他反而像是手藝般的冰冷目光注視著你們 那像毒蛇的眼神 彷彿是在考慮要先吃到哪一個老鼠一樣 我殺了一個叫做貝莉亞的惡魔 卻無法完全佔據整座城市 聽說是因為在某處還有和貝莉亞一樣強大的惡魔 他的眼神緩緩轉向了某一個地方 對著希迪 希迪吧 阻止了貝莉亞的死亡 還有一直守護著 新任谷首都的惡魔 聽到希迪冷漠地說 天使的眉頭微微一挑 你的祖君 我 他 他 殺蛋像盾牌一樣交叉著雙臂 站在你們一行人的和天使之間 啊 是你啊 天使對著沙旦喳喳眼露出殘忍的笑容 但他並沒有注視著沙旦太久 在惡魔門裡不是還有意思的東西嗎 突然刮起了強風讓你緊閉的雙眼又睜開了 天使展開巨大的翅膀飛了起來 這次他在比剛剛更高的地方看向你 你 熊群的那個 天使面帶天真的表情 無辜的歪了歪頭 他的頭歪得更多 再更多 天使以一個活人無法做到的角度 歪頭盯著你看 是烙印啊 你是我們的食物的標誌 天使咧嘴一笑 他的頭和脖子已經歪成了直角 幾乎在這個時候 天使的鼻子開始流血 因為琴斜的頭而流到了臉頰上 希迪站在你面前 溫和的臉冷冷的說道 天使的視線卻彷彿要穿透他直接接觸到你 當希迪擋在你面前時 蓬蓬靠開你的肩膀低伸說道 那怎麼啦 天使達基本的 軍隊単位で行動 ところが 一人で行動 天使というのは 一人で軍隊単位の力 を出せる という意味 です 天使用 蓬蓬的尾巴 像害怕的小狗一樣 捲在他的雙腿間 澀澀發抖著 但是 撒旦更強吧 希迪沒有利落的回答我的問題 只是盯著我看 難道撒旦會輸嗎 那我們下該怎麼辦 好吧 希迪把困惑等你 拋在身後 大步朝撒旦走去 然後他在撒旦身後伸出了一隻手 擁抱了撒旦 一個擁有相當整個軍隊力量的天使 在他下方的希迪從背後抱住了撒旦 嗯? 這是什麼情況? 就在你的想像力還沒有無法理解眼前的情況時 你聽到了希迪的聲音 請客 請客 如果是小狗 你必須有更確實的力量 能看到力量 現在你看到了 希迪並不是從背後勒住撒旦 而是從背後抱住他 把自己的手腕 遞到撒旦嘴邊 好嗎? 等等 要吃嗎? 不會吧? 撒旦嘴邊傳來肉被撕裂的野生音 撒旦靜靜喝下了從西右手腕上湧出的鮮血 就在陌生的天使 饒有興趣的看著的時候 撒旦喝完西里的血後推開了他 請客 請客 希迪在撒旦身後優雅地舉了一弓 他的手腕上還滴著鮮血 那是你最後的晚餐嗎? 呵 撒旦像是聽到了無聊的笑話似的冷笑了一聲 然後彎下腰撿起一塊石頭般的建築物碎片 撒旦手裡拿著石頭 一股紅色液體般的能量從撒旦的指尖溢出 環繞在石頭上將其軟紅 像是一個帶血的石頭 天使張開嘴似乎還想多說幾句 大喊的聲音被一道滑破風的巨大聲響掩蓋了 散彈將他手上的石頭像扔棒球一樣扔向天使 帶著紅色氣息以及巨大的力量和速度 一陣鎮耳玉龍的爆炸聲伴隨著塵土洗下你的耳朵 接著在塵埃散去的地方 不見了?他跑了嗎? 這如蓬蓬所說 因爆炸死亡的天使只留下幾根羽毛就消失的無影無蹤了 爆炸後消失的不只是天使 他剛剛坐著的只剩下鋼筋的建築 除了一樓的基石外,全部都化成了灰燼 西迪似乎想盡量平靜地說話 但即使臉色長白也無法掩飾他微微向上抽動的嘴唇 看起來他很替自己的祖軍撒旦感到自豪 雖然撒旦親手殺了 不,摧毀了一個強如一支軍隊的天使 但他仍是一臉無所謂的樣子 西迪,我覺得是因為能幫忙所以撒旦才如此強大 他像狐狸一樣彎著眼睛笑了笑 你莫名被他的眼神看得一熱,轉身就一開視線了 就在這時候 漂亮一股濃濃的百合花香味讓你感到頭暈目眩 西迪揍起眉頭,撒旦緩緩抬起頭看向天空 天空正在打開 有66名天使從天空降下 古,五階級天使 殘首剩,白色埃,奇蹟的殘決 ID sensors, quieres跟抽 Raptors RPTIS 彭彭看起來很可憐,發抖著大喊 站在煨天使的66名前面的天使室 当她的名字被叫出来的时候 天使散发着旺帐光芒漂浮在66名精锐天使的面前 加白烈那张冷漠如雕像般的脸上露出了淡淡的微笑 她砸上嘴巴 你问了可怜的发抖着的蓬蓬 但是什么是利天使 她的名字是最低的第九階級的天使 力天使是第四階級的第五階級天使 她们是第一階級天使的Gabriel 最精英的天使 领着蓬蓬所说的66名第五階級天使 们一起漂浮在空中的加白烈低头看着你 加白烈的话被打断了 因为一块眼熟的石头飞到了她的面前 她不得不迅速躲开 她不得不迅速躲开 我说了 七个大罪的悪魔 我说了 你最早的心情 你最早就杀了 加白烈眼中闪过一丝冰冷低红一声 你还不断 她不断得过一丝冰击 我这些人都超过一丝冰冷低红一丝冰冷低红一丝冰冷地 他們都毫無畏懼 和在治田史的威脅下也毫不掩飾 狂妄之大的撒蛋不同 加白烈顯得相當憤怒 他們故意大神這麼說 就像想讓大家都聽到似的 在性格惡劣的惡魔們面前欺笑的同時 加白烈又重複說道 跪著 丁腸的孫孫子 這樣的話 少許 也許 最終的事 啪 看來這次希迪和蓬蓬還有 撒蛋都被惹怒了 而且你也被惹怒了 撒蛋 你能把那個甜食炸飛嗎 你瞪著加白烈的問道 撒蛋 則烈嘴一笑 別擔心 每次那個甜食一開口說話 我就會越來越生氣了 他的表情 很美味的 憤怒了 你 你 撒蛋一邊用舌頭填著紅唇一邊 呲呲的笑了 希迪則再次站到 撒蛋身後 手臂摟住他的脖子 最後一滴 召喚到最後一滴 在這場裡 ガブリエル 殺了 那些人 沒必要的力 但 你 想要 少許 撒蛋 撒蛋 將牙齒放在 希迪 尚未癒合的傷口上 撒蛋的喉嚨再次動了動 希迪 臉上的血色也逐漸消失 當希迪的身軀略位移晃時 彭彭迅速地飛向他 把阿撐了起來 你很容易使用 一人 撒蛋背對希迪 並走進天使門 希迪的能量蔓延著 將撒蛋的全身染成了紅色 就和他剛才扔的那顆紅色石頭一樣 但看到這一切的賈百裂這麼說 可惡 66名天使聽到他無聊的聲音 就像是聽到了什麼信號一樣 粗暴地展開翅膀 然後 66名天使在賈百裂冷漠的命令下 如同箭矢般飛快的射向你們所在的地方 雖然撒蛋已經準備好對付他們 要等一等 那是 朝地面墜落的天使們 眼中都露出了異樣 他們面帶微笑 眼神看起來很瘋狂 而且他們全身都散發著白色的光芒 哇~~ 什麼事啊! 那是字幕了 66人的天使 大家 自爆 那些曾經在瘋狂中的天使們正把自己當成 炸彈朝你們的頭頂衝來 自... 就在耀眼的光芒穿透你緊閉的雙眼刺痛眼睛時 某種強烈、灼熱、巨大的力量把你拉了進去 在鎮耳欲龍的巨大聲響過後 四周一片寧靜,彷彿世界都靜止了 刺鼻的燃燒氣味和煙霧撲鼻而來 你緩緩睜開眼睛 但卻什麼也看不見 有個堅硬的東西不僅撐住了你的視線 還擋住了你整個身體 你被抱著,在撒旦的懷抱中 撒旦! 撒旦! 你定睛一看 不只是你 連CD和彭彭都被撒旦的手掌和肩膀抱著 他沒有動 撒旦! 你又喊了一次 這時他的身體微微一說 但並不是按照自己的意志所移動的 而是他倒下之前的晃動 就在撒旦雙膝發染之前 犀迪迅速地浮起撒旦的身體 因為這樣你現在才能看清撒旦的背 撒旦的背就像承受了墜落的流星的衝擊 所以,趙哥德不能說是受傷了 天…天下… 我們… 急著抱著…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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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彭哽咽地說 總共有66位天使 他們都同時自爆了 因為那巨大的爆炸 周圍就像被掉落的隕石砸到一樣 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坑洞 在那個坑洞裡 除了泥土以外什麼都沒有 但你們卻黯然無恙 因為撒旦一個人承受了一切 嘎嘎 你沒有抑制住 從胃裡翻腾而出的沉重怒火 你顫抖了拳頭 咬緊你的牙齒 和不滿血絲的眼睛 都顯現出你的憤怒 我會替撒旦報仇 我會替撒旦報仇 我會比撒旦更無情的殺了你 我會替撒旦報仇 我會替撒旦報仇 我還沒有死 彭彭不安地舉起手說道 當你處於黃豹的怒火中 無法聽到她的聲音 加白裂的話又被打斷 但希迪和彭彭都沒有再取消她 相反 他們都張大嘴巴盯著你 鮮红的烟雾 不 是鮮红的气息 在愤怒的你身边周围盘旋 这时候 醒醒 烧蛋 一道陌生的声音从你的口中酸出 然后 烧蛋好不容易颤动地张开眼皮 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你不是常说吗 血气方刚是挺好的 但如果你总是从爱最前面 谁也保护不了你 不 你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 但那句话还是从你的嘴里说了出来 撒蛋抹去吃惊的表情 像是明白了什么事的烈嘴一笑 虽然我以前从未听过这句话 但感觉却如此熟悉和怀念 你紧紧握住 撒蛋沾满了泥土的手 我先帮你疗伤吧 还好我和 拥有治疗能力的恶魔签进了契约 你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 尽管如此 在你的口中流出一道奇异的咒语 撒蛋的伤口开始愈合 但在伤口完全痊愈之前 你听到舌头又自己动了起来的声音 我就知道了 我没办法完全使用力量 你明白了 那声音不属于你 而是属于你体内流产者的血液的主人 Solo Solo Cd内眼婆说的看着你 同时撒蛋将你的手握得更紧 像是想在气势上引你似的 你体内Solo 你体内Solo的气息感觉有点惊讶 他看起来也很高兴 是吗 你也会和这种男人订立契约吗 因为他是我遥远的后裔 是吗 那你为什么要和他签订契约 听了撒蛋的话 你体内的Solo 逐渐消失 你找到了一个好对象啊 不知道为什么 你感觉这次说出的话 针对你而不是针对撒蛋的 就在你这么想的时候 脑海里就想起了这个 不知不觉来到一个无法辨识的空间 那不是心嫩谷的废墟 那是一道温柔又带着一丝调皮的男人的身影 突然一个陌生的俊美男人站在你面前 更严的眉毛下一双好看的眼睛闪烁着 他带着少年般的微笑说道 我一样 我一样 你也没有想到 你也没有招待 你不能说 我一样 我就是 你与你刺身上的 我 我一直在想 不怜悦 我认为你能够认识的名字 他像是準備要告訴你一個秘密般,第一聲說道 我覺得他們會被騙 他哭笑 說我只是你,用至今為止最真實的表情開口說 他們全部都交給我,我的魂都被固定了一種 當我在那裡的時候,那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後來我消失,他們都被固定了一部分 當我被固定的魂都被固定了 我被固定了,我被固定了 主人的悪魔們的力量現在被固定了 我沒有力量,我被固定了 我被固定了 說了我們痛苦的皺起眉頭 我當然會做 聽到你立即回答 啊?說了我們彷彿早有預料似的笑的 申請說話 其實我已經知道你這樣說了 怎麼會 我就是偉大的魔術師 可能 他調皮的笑了笑 所以請勸勞 因為你不能把他們的後頭部 我不會被固定 他微笑著伸出一隻手 看起來是在請求握手 你愣愣地回握了他的手 然後你和Soloma緊緊握住的手上 浮現出全息投影一樣的閃耀魔法陣 這就是你和他們的契約 可以斷斷的魔法陣 時會來 把這個魔法陣 握著他們的契約 當你一點頭 他像是驕傲地 輕輕撫摸著你的頭 並在你耳邊低於著 你再次茫然地點點頭 然後那個男人 Solomon 微微一笑後就消失了 微風在你頭頂輕輕吹過 就像某個人用手 扶摸著你的頭髮後消失了 你有些茫然地回到了心嫩谷的街道 眼前看到的是 跪在你面前的撒旦 那麼多人